大家好,我是老白 昨天发生了一件事,好事变成坏事,坏事变成好事 我也从这里外总结了三个路由器的事 看过视频的都知道 大家已经要看到最后,最后看我给你总结这经验 绝对对你帮助,也走好多弯路 昨天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手机马上没流量了 我想着可以用一下,结果用了些 他等一会要走了,我想着,哎呀,我这手机我也得变密码 万一别人蹭我的网,这是人子长情嘛 都害怕别人蹭他网 我就变密码,连我自己都给忘了 我说这咋整,导步就是导步不好 回来,下班一起,大下班一起,到晚上的一间桌 在手机上又是整,在键楼上整,才给整好了 我从这里外,也总结了三个经验 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啥经验呢? 第一个就是,大家把这个买这个的时候之后 第一个,你连上你去,就是无线网的二维码保存起来 第二个就是,你把那个密码也,也赶紧给你保存起来 要么就粘在这个无线帽的后面 防止你以后忘了 第三个就是,已经做成图片了 在我这个,这边,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在我这边 有的就像这个,它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孔来看见 有这个孔,有别人就在这个孔里边一别 别的,这个孔里边别的三分钟回五分钟 它自动就恢复出炒日期了 恢复出炒日期,这是最简单的 炒日期了,你就把你这个原出炒的这个,出炒这个密码一输 它就连上,连上你这就可以 希望大家也能多快,关注我的视频 也或者说话,多能支持我 谢谢